大家好,我是Jack 那今天呢,是戰地星座的預告片要釋出的時間 就是晚上的時間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對戰地星座 我們現在在看戰地星座的時候 我一些個人的建議 那你們再想一下就是說我講的對或是錯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是從戰地1的時候開始玩戰地風雨 那我這兩天回歸戰地 去玩戰地風雨1的時候 我看一下我之前玩的小時大概2000多個小時 那我戰地玩了1900多個小時 戰地3跟戰地4呢 戰地4我玩了大概700-800個小時 那戰地3玩了大概500多個小時 那總 這一段時間我玩下去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說說 因為 戰地風雨1系列呢 如果老鳥應該不太清楚 我覺得它是每況的預計 自從戰地3跟戰地4它有一個高度之後 然後到戰地5的時候 這整個是往下走 整個往下走的時候 我們先考慮到一下就是說 我們是否要預定戰地風雨的新作 因為今天晚上預告片子就要出來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說 我先跟大家先勾起一下 戰地風雨之前的回憶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2018年的時候 有帶死走了一票人 包括那個公關 就是 這一群 這一票人呢 之前 製作戰地風雨3跟4 這一系列的經營骨幹部 他們走了一票人 那你們可以去網路上看一下 就是他們走了 這一批人走掉之後 然後 好像是 就是 戰地5 就是戰地5這一段時間 就會變 品質就會變得下滑 然後再加上呢 藝術總監離職 這個藝術總監呢 跑去任天堂 去研發那個銀河戰士 然後多人連線的 應該是 多人連線的製作人 那個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這兩個都算是老將喔 這兩個是老將 藝術總監都走了 多人連線的 製作人 應該是製作人 他也走了 那 剩下的就是 就是剩下的那些人 那 Patterfail 戰地星座 研發的時間 多久 縱縮紛紛 雲 那 剩下的就是 那如果是說你要做一個商業大作的話 不可能說去年發表 今年就釋出 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一定就是說說 他或許 在戰地五那個時候 就同步的 在研發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品質說不定還有點保證 說不定還是有點保證 那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人的問題 叫一夜代食人的問題 第二的話 就是說說 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就非常重要 就是 歷年來的戰地系列 一開始發售的時候 連線品質非常的差勁 不光包括是戰地五 戰地四 尤其是戰地四 他的連線的內容非常的差勁 就是品質非常的不怎麼樣 那 所以說 我是覺得說 大家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當你付一樣的錢的時候 但是你獲得的遊戲的體驗 卻是這麼的不堪一擊 外掛的問題還不要講 我們先講連線的方式 那 大家 要想不到一點喔 就是說 這一段時間 不是在講說 128人嗎 就是 PC玩家的128人 那 PC玩家的128人 相對識別來講的話 會影響到兩個問題 一個都是官方的伺服器 一個就是自己玩家 本身電腦 務必要升級 如果說 他是128人的話 那 你家的 TPU應該是要升級 就是 以目前來講 除非你是用 I9那種 要不然如果是 I5系列 他128人 應該是要升級 那 配備來講的話 就是說 射擊遊戲本身 配備就比較高 但是通常 我們玩射擊遊戲的時候 會把那些特效 全部都關掉 或是關到 T 因為呢 能找得到底人 打到底人 最重要 畫面是其次 但這一次的畫面 一定會是比之前的好看 廢話嘛 因為戰績系列的 每一代戰績系列的 新作 不是都一定會超越前作嗎 這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的預告片 我知道很多人在期待 但是 話又說回來的時候 這個EA 他們公關也蠻厲害的 他知道大家很期待的 預告片 所以說呢 他就是 故弄閒虛 這兩天就是在故弄閒虛的 所以想說 搞得很神明 那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預告片呢 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呢 你們也不要說 期望太高 不要期望太高 不要期望太高 那我敢說一定會有 我敢錄這個影片 我就敢說 今天晚上的時候 一定絕對會有 那一票人 我也不要講誰 那一票人一定會是說 他要預購 好我問你 當初那些 戰地舞庭跟的時候 那些人講說 再預購就是狗 那些人是不是現在 是不是要當狗了 你放心一定會有這些人 那有一些就是我保持觀望 像我保持觀望 我真的要買的時候 我12月的時候 如果等我12月再買 因為我考慮到這一點 為什麼我會說 大家都先不要急著下手 因為很多人 其實他的想法跟我一樣 怎麼說呢 我這樣說就好了 你一個禮拜前買 你當天買 跟一個禮拜後買 甚至一個月後買 一年後買 其實遊戲的品質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戰地系列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 有些BUG 你不修還好 越修越糟糕 有些BUG 有些遊戲BUG 你不修還好 越修越糟糕 TDK就是一個例子 TDK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遇到了兩個聖誕節奇蹟 就是TDK的例子 讓我非常的不爽 讓我非常的不爽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就是說 今天要看預告片 大家我知道也很開心 也是很happy 也是很爽快 但是就是說 EA畢竟是商人 他一定會把一些很帥的動畫 一定給你看 就跟Belizzer一樣 Belizzer一樣 把最好看的動畫 呈現給大家 然後傻瓜就開始預定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在Battlefield的Sales 這個論壇裡面 其實看這一天文章 就是在諷... 有點在諷釋 諷釋 這個New Battlefield 我會怕 懂我意思嗎 我會怕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老太婆 他會怕 然後他有洩漏一些... 對不起 他有洩漏一些東西 洩漏一些東西出來 那其實就是說說... 你看官方 連這個他都要炒作 其實我覺得... 他就是今天我放出來的訊息 就是說今天放出來的訊息 2042 戰地風雲2042 那這一篇這裡的話呢 來講 我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把... 戰地風雲6呢 把這網頁直接拉下來看 那... 2143 就是... 目前... 大家... 猜測最多的地方 就是2143 往前挪的十年 就是... 現在的... 白德肺友的新作 只是不知道他是... 戰地風雲2043呢 還是在2010的 還是... 只有... 不知道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戰地室呢 他有... 他有出了兩次來三次的... 免費的社群的資料片 戰地室 這非常的大膽 而且說真的 戰地室一開始的時候 評價也不好 是因為後面的更新之後 讓... 次代能夠起始回生 真正做得最好的就是 一代跟三代 這不可否認一代跟三代 那... 我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呢 在今天的... 在Happy的... 在爽快的資餘 去... 稍微去... 去想一下說說 當初戰地舞庭更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去看... 一夜跟代史的 你們是怎麼去... 怎麼... 怎麼去罵一夜跟代史的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 那個哪裡啊 巴哈的那一串論壇 我也去在那邊留言 怎麼講 你們...他們是怎麼講的 再遇過我就是狗 在預購我就是狗 好啊 你在預購我就是狗啊 你就看... 我跟你講 你就看今天晚上 你就看... 會有哪些人 自願去當狗 自願去預購的 有名的YouTuber不要講 知名的... 因為他要做遊戲主啊 他要... 讓大家知道說 這遊戲的... 優劣與否 優劣與否 等於說 當然會去買遊戲來體驗 那我只能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只能跟大家講 就是說... 經典無需太多 太多就不是經典 太多就不是經典 因為我... 這兩天我再仔細再看一下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我這一段時間 那些東西我鎖住了 因為就是說... 第一我發現到這個... 情報太過有前衛 就是說... 我不太... 不是... 我不是說不相信 我是覺得說 還是先鎖住比較好 因為... 我覺得那些東西 對我... 對一些人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怕... 一方面... 有... 老話一句的人跟我講說 我知道... 我不是說我知道太多了 我... PO的那些東西 目前不適合放 就是... 預告片還沒釋出的時候 不適合放上來 因為這個東西 還沒有完全確定 那... 但是... 它的確是... 內容是很爆料 所以說... 我先鎖住 好... 我先鎖住 我是先... 那... 如果說今天預告片釋出之後 那... 我應該就是... 解禁 我把那些東西解禁 因為已經證實了 你證實我當然是解禁 那沒有證實的話... 如果說你惡意的散播 那個不證實的... 這個情報 總之也是... 也是很不好 那... 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用客觀的角度 或者說... 平常心的角度 去看這一次的戰地風雨的預告片 那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人是很... 很直覺的動物 當你看了第一眼覺得不喜歡 你後面就... 就... 就不用說了 那... 就是說... 我們最簡單的意思就是... 戰地星座的公設 我們想辦法拿到 玩了... 拿到一段... 拿到了之後 玩了一段時間 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個遊戲可不可以讓值得你玩 那如果說不適合 就是離開了 適合就繼續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 結束 拜拜